我一開始很生氣 我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瞭解我 我就是卡住了 當這些人在罵我的時候 我就是走不出來 不要叫我不要想 因為不可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K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呢 因為老王不在家 耶 有這麼開心嗎 其實今天要來錄一個 特別企畫叫做真心畫大冒險 遊戲規則就是 你必須講真心話 但如果你真的講不出來 你可以拒絕回答 但是我不接受說謊 喔 那這倒是很可以 因為你知道 我這個人走到現在啊 會一直走得很不順 就是因為我都很誠實 我不太會講謊話 或者是我就講不出來 好 第一題 PASS 入行說26歲 今年42 42 有沒有想過哪一天 如果不紅 你要怎麼辦 我先問一下好不好 就我有紅過嗎 你曾經有在一個浪潮上面 因為我自己對於紅的定義 跟我自己實際上的狀況 我覺得差很遠 所以第一個 我不會認知說我紅 這件事情 我紅過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是算 討論度 蠻高的一個人 那是因為 我好像都還蠻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曾經有想過的是 如果哪一天我要退休了 我就要關掉所有的社群軟體 但是我還沒有想過什麼 紅不紅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還沒有達到我心目中 覺得紅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還在爬 那妳目前已經存夠退休金了嗎 保險金已經夠了 然後退休金 現在的狀況就是 如果我搬回屏東住的話 也夠 但妳會搬回去屏東 我有在考慮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回到一個 適合生活的地方 而且回到自己的家鄉 但是 不確定那是什麼時間點 但是我們的確 也很認真在開始看屏東的房子 有時候 像我路上面 常常會有網友在這邊攻擊 要怎麼調適 好像是分階段性 因為身為一個 被罵了十幾年的女人 我終於就是整理出一個脈絡了 跟大家分享 一開始妳的情緒會很高漲 因為我算是蠻早期的 這值得驕傲嗎 我蠻早期就被罵了 在社群軟體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全面的時期 我就已經在 那我那時候 我會覺得 妳心情會受影響 因為第一個 妳會疑惑 然後妳會恐懼 然後妳會難過 因為 就是很多 說妳根本沒有這樣說的話 然後會被 傳達出各種不一樣的說法 妳會想要去回覆嘛 然後妳回覆 一輪完了之後 我就發現 討厭妳的人就是討厭妳 他不騙妳的回覆是否正確 因為他只想要很清楚的表達 他討厭妳 他討厭妳 然後在這個階段裡面之後 我突然發現一個 蠻黑色幽默的心態 就是 我本來很討厭我的人 其實某種程度也蠻喜歡我的 因為他們對於我的 所有做過的事情 遼落指掌的程度 有都比我的粉絲還清楚 所以他們會查到很多 然後我那時候就 開始 因為就覺得說 他這麼巨細迷移的去查 我的每一件事 但是為什麼妳都沒有 查到 就是事實 那時候我就會開始疑惑 然後接下來其實我也會思考 就是 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啊 某種程度 我們不是也是會只想要聽 我想聽的話嗎 所以這跟你這個人 討不討厭 或我喜不喜歡 你這個人的時候無關 我只是想要把情緒 發現在某個點 而那個點 妳剛好出現在那裡 然後妳又是一個 我很好拿出來講 會旁邊的人很有共鳴的點 對 我知道他 然後啪啪啪的時候 就是妳會有一個 話題的聚焦的感覺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好吧 那第一個我就把自己當作是 嗯 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我必須要成為別人的話題 好 這是我安慰自己的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呢 我覺得這個是 我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終於整理出來 而且我真的放下 這個必須說 這個是我先生帶給我的 因為我以前只是會一直很想知道 為什麼 你知道我做過 會想要回復大家的 最誇張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嗎 不知道 我為了要讓大家就是去 了解這個運動 我的運動 因為這個討論度曾經很高嘛 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我就要去拿 所謂的發明專利 這就花掉了 我所有的錢都在那裡了 對啊 上千萬 因為各國的專利其實一拿 每一幣 還有每年的年費喔 然後光是你要去拿 我有美國 台灣 各地專利都有 各區 但是 我那時候其實我覺得 夢想認為是我想要解釋 我想要跟大家講 我真的不是在亂講話 我是真的是 為我自己說出來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負責任的 可是 其實我拿到這些專利 跟發明書一個產品 然後跟幫很多人建立 是以身體的自信之後 我發現 他們不喜歡那人 還是不喜歡我 他們也不會來做我的運動 接下來 我就是遇到我先生 然後他在跟我講 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都是跟我說 我覺得我分享給大家 因為 我一開始很生氣 我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瞭解我 我就是卡住了 我就是很難受 當這些人在罵我的時候 我就是走不出來 我沒辦法理解 我也 你不要叫我不要想 因為不可能 我是每一天要第一線 去面對這一些 然後那一天就 有一天我先生就問我說 有人喜歡你 但他不喜歡你的運動 那他自歸類在 喜歡你還是不喜歡你 我說 嗯 應該是喜歡我吧 他說 有人不喜歡你 但是他會去做你的運動 那他喜歡你 還是不喜歡你 我說 那他就是喜歡我的運動 他說 是 所以每天自己 就把他分開來想 你不要他講什麼 你就把他跳進去 你會覺得這個人 就是他全部都不喜歡你 每個人都是部分被喜歡 部分被討厭 那你這樣想 你是不是就會理解了 反正他在討厭我 他總是會有一個地方 也許是喜歡我 他在喜歡我 他也有 我 就是我 討厭我的地方 我那一刻開始 我的人生就是 你知道 就 到我上燈泡 我就 開朗了 目前有小朋友的計畫嗎 好 我就是說 我會到這個階段 才決定 走入婚姻 應該是說 某種程度也代表著 我對 小朋友這件事情 不是採取一個很積極的態度 那當然再來的是就是 那也要另外一半 所以這個是我們之前呢 也討論過的 就是這方面 我們兩個都是屬於隨緣 不積極 目前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我還沒有想要小朋友 粉絲團有70多萬 其實人數相當的多 那現在開始 開始比較認真記 YT這個部分 有沒有給自己設一個停順點 好問題 我這個人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沒什麼停順點 我不是那種會先去盤算 我這件事情 我一定非要達到什麼目標 我才會去做的人 我的考慮通通都是綜合 就是我想的 我在做自己的邏輯 第一件事情是 我能為周邊的人帶來什麼 所以從我的人生軌跡 看到現在為止 來請映著王先生的臉 他每次看著我就說 你就是沒大腦 他就這樣跟我說 知道 直接 好 但他會這樣講我 不是說我是真的沒大腦 他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在考慮人家所謂的利害關係 我不是以這個為前提 第二個 這一件事情 我有能力可以做多久 第一個 我自己的經濟能不能 而負責嗎 然後再來的是 我能不能很開心的做這件事情 假設有哪一天我做這件事情 我會很委屈很不開心 那他就是時間到了 以這樣的情況下去做每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都一直做下去 所以你們看我教學也做了 已經二十幾年了 然後我的社群也經營到現在十幾年 那YT我覺得會是另外一個開始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不太知道 私底下要怎麼放鬆的人 就是我私底下就是一個很強迫症很勇的人 可是拍YT這件事情 讓我某種程度 我覺得 我那個開關被打開 所以這件事情到那個為止 我沒有想過停 我只是一直在思考 如果我現在的表達和表演方式 應該不能講表演 因為我在這裡面 沒有演的程度 不算是表演啦 因為YT我們的初衷就是 呈現一個很自然的狀態 對啦 所以以一個表達的方式 就是我就盡力去找 跟不同年齡層的溝通方式 那除非哪一天就是你知道 就會有留言 都有留言說 我們真的聽不懂你講的話 拜託你不要再拍片了 那個就是我們的YT 會結束的那一天 欸會不會這個影片這樣一播 然後就很多相片 然後我們真的是 有史以來點閱率最高的一部片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我們推出YT 結束再高潮 好的 麻煩你們如果說我們這次 有史以來最高的一部片 就是跟我們講說 拜託你不要再拍完一遍 哈哈哈 好啦 那今天 請問我已經回答過的問題了嗎 嗯 長度夠了 很誠實 等一下 是不想聊 哈哈哈 還是很想問老師什麼問題 一下你們 你們想問我什麼問題喔 好啦 如果你們也想問我一些很尖的問題 你們就留言 然後大家會不會打 然後大家會不會打